10月7号 公安机关接群众举报 网民罗某平在新浪微博发布 侮辱抗美援朝志愿军英烈的违法言论 造成恶劣影响 经调查 公安机关已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 对罗某平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正如通报中所说 英雄烈士不容亵渎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 今年3月1号起实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明确将侮辱诽谤烈士的行为 明确规定为犯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明确规定 对侵害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的行为 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刑事责任 英烈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重大贡献 我们有义务捍卫英雄荣誉 也再次呼吁 尊崇英烈应成为全社会的共识